我的心思當然要留給緊要的人 他們收到一定很開心 水哥,我特意釣了東西送給你 嘩,你釣了一塊餅送給我? 這碟也有釣的 想你有個Good Morning 謝謝 那我呢? 誰想給你? 我還特意釣了一塊餅送給你 很棒 來吧 究竟我是怎樣做得這麼漂亮呢? 就是用了這部Daja DJ-6的小型便攜激光機 它可供刁黑的素材 包括塑膠、野食、木頭、陶瓷、皮甲、玻璃等等 真的多到數都數不完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通知鐘仔 不趕著了,先做東西吧 一打開它,細細部四四方方感 敬意擺放 但是它這麼小的機器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它的Laser來DIY的? 用它之前要配合它專屬的App來操作 WiFi配對好就能用 它裡面的功能真的非常方圓化 如果你想簡單單單打字也可以 如果你想省時間 就這樣上網找圖片也可以 開始雕刻之前 記得要左右旋轉 去調節好各對焦點 對焦點是要越細越好 雕刻出來的圖案才會夠Sharp 除了對焦點之外 雕刻的深度和圖片的對比度 都可以自由在App中調校 印之前最重要是 調校好適合的大小和位置 刻印之前記得要用它的預覽功能 就好想印的圖片位置 那就不會印錯位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創作裡面的圖鴉功能 因為我覺得可以畫完之後再雕刻出來 更加有心思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它刻印在不同材質上的效果是怎樣 跟隨你拍照 有機會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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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实试了这么多种物品后 我们就发现透明和白色物料雕刻不上去 原因是透明和白色物料的反射率也比较高 所以在黑印前 記得要配備黑貼紙 Laser才可以把圖案黑印上去 我們試試黑印效果不理想的透明膠片 加上黑紙後 黑印效果就正常了 我們還用了iPad的背部來實試 在完全沒有用黑貼紙的情況下 它是任何東西都刁剋不下去 但我一加上黑貼紙 它就刁剋成功了 看它黑得多漂亮 我們試試黑印效果不理想的圖匙和塑膠瓶 加了黑紙後 黑印效果就正常了 讓我給大家一些貼紙 其實白板筆都可以代替黑貼紙 因為它們的功能一樣是可以減低反射的問題 所以如果黑貼紙用完都不要緊 只要你買一支白板筆就解決了 另外如果我要弄一些複雜的圖案 就要給多點耐性 就像我這個annoying orange 我就用了整個小時才刁剋完食 如果黑色的部分比較多 時間就要久一點了 有件事真的很重要 我還要說 當機械在黑色的時候 千萬不要直視它 用它專屬的護目鏡 就可以遮擋些Laser 當然 它在操作的時候 更不要貪得意 讓它的Laser照射到皮膚 我就用火腿模擬一下人體 直接讓Laser照射到會怎樣 嘩 大家看看 它被Laser照射到的位置 是分黑了 而且還沒有了一塊 所以如果它在黑印的時候 千萬不要伸手進去 除了雕刻之外 這部機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可以用Laser切割 讓我們挑戰一下 真的很成功地切割到整個Logo出來 整體都算很圓滑 不過這項功能 只限用於0.2mm的木板 皮革或者是紙料 我們試過用厚0.2cm的木板 結果就失敗了 千萬不要小看這部機細細部 它Laser輸出的功率都挺厲害 連0.2mm的紙料都切割到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夠了方便 想有什麼字或者什麼圖案 量好位就可以立刻刻印 而且效果還要不錯 當然它還要是永久的 不過刻印的過程 它會有少許焦味傳出來 所以用它的時候記得要注意安全